今天玩的是法师辛梦 辛梦是属于前期游走带节奏的英雄 因为他前期有很强的对拼能力 只要到了四级之后就可以到处去支援 就算打不死人也能把人打残打到回家 但是到了中后期就开始感到疲软 开始感觉伤害成长不起来 这一点从以前到现在 他给我的感觉一直是这样 就算前期大杀特杀 到了中期就开始打不动人了 除了出装以外 我相信还是因为中后期单调的机会变少 因为到了后期大家都开始包团群聚 这样辛梦在打团的时候 一技能就用的比较多 因为要一直回血嘛 而二技能这个主要输出技能就用的比较少 就算开大用二技能连射 也只能打一个敌人 所以辛梦在打多人团战会比较吃力一些 相反的在他打两三人的小型团战就很强大 因为前期大家的血量防御都还没成长 面对这种法术机关强势绝对吃不消了 而且二技能的连射是指向性的 输出比一般法师都稳定的多 至于一技能就只是用来清兵和回血罢了 虽然他也有稳定的范围伤害 输出的时候也不会放空技能 但若是用一技能来打团就真的不行我感觉 因为对面只要稍微有点魔抗 我们是完全打不动人的 这就是我不太爱玩辛梦的原因之一 唯一的一个范围技能 打团却打不出什么伤害 所以每次游戏拖到后期的话 真的会连射手都打不过 因为后期射手的攻速起来嘛 而辛梦的技能是没有冷却缩减的 所以连射的速度是保持不变的 这样跟人家互射的话就会很吃亏 我之前其实有过一个想法 就是把一技能作为主要输出技能 装备和回击也主要针对一技能来打造 虽然他没有伤害 不过至少他能回血 在人群中也特别好输出 所以这个玩法就不需要去追求攻击力 只需要提高自身的血量和吸血能力 在团战中给队友打消耗就好 使用一技能的话还能触发被动的秩序之力 给辛梦增加双防御 不过这些只是想法而已 我还没有亲身实践过 那辛梦除了后期比较弱势之外 他还算是个攻守剑背 有自保能力的法师 秩序之力的大招可以用来规避伤害 这就是他保命防守的方式 而混沌之力的大招就是进攻型的 用于触发二技能的脸色效果 所以辛梦的特别之处也在这里 一个大招有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 除此之外坏处就是辛梦给我的操作手感有点不好 就是当我释放一技能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技能的视觉特效不明显 导致有时放技能会怀疑到底有没有放出来 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命中 尤其是在团战的时候 场面很混乱 根本看不到技能打到了谁 二技能的话还好 就一技能会很难看清 可能就免计大了 有点老眼昏花 那是他的索色要装备 这把游戏的出装其实还在摸索当中 我出了一个腰带想做个测试 看看没有大招的时候 二技能先接普攻能打出什么效果 除了腰带以外我还出了冰杖 看看这双重减速的效果怎么样 当然腰带和冰杖只是为了减速留人罢了 这玩法就比较偏向后期 我也觉得会比较稳定一些 我理想的出装有两种组合 第一是半坦加减速 也就是腰带配冰杖的 第二套就是半坦加吸血 以机身回血量和防御为主 首先半坦减速就比较适合用在顺逢的情况 比如队友的发育已经领先 伤害已经足够应付团战 那减速效果就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对团队作战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我半坦吸血的话就比较适合逆风局 可能队友打不动人 或是扛不住伤害 这样我们的坦度和吸血 就可以很好的牵制敌人 所以打造这个吸血的玩法 就要确保自己不被秒杀 当然这两套装备都是针对异技能罢了 靠这个微不足道的范围伤害 让我们在人群中跟敌人周旋 拖延他们进攻的步伐 这个玩法的效果其实就跟爱丽丝差不多 都是在人群中进行骚扰的 但是爱丽丝会比较吃发育 也需要控蓝 而新梦将玩的好处就是没有蓝耗的问题 在危机时刻还可以用大招保命 大招在规避伤害的时候也能同时输出伤害 所以大招本身也是可以吸血的 相比之下会比爱丽丝稳定一点 通常爱丽丝进入人群开了大招 如果吸血要抵消不了自己承受的伤害 那就很有可能直接死在人群中 而新梦有大招的话就不会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半弹吸血可行的原因 那么终上所述呢 无论是出什么装备什么玩法都好 我都认为新梦应该速战速决 不要拖到大后期 因此前期我们就要把握机会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扩大优势的机会 那以上的这两套出装只是很片面的想法罢了 我最近都在排位充分 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匹配测试这些 如果荧幕前的你觉得可行的话 不妨去试一试 然后让我知道你的感想 而我目前为止都没有用过新梦来打排位 平时有玩也只是在匹配吧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成立一套完美的出装 是最适合新梦的 同时也能兼顾他前中后期的各项能力 毕竟我说了他有攻守兼备的优势 那么装备的选择就会变得太过自由 况且他虽然不需要减CD 但减CD的确还可以给他提供额外的属性 所以没有什么装备是对新梦来说是完全没用的 正因如此我在配装的时候就感到很为难 既然什么装备都可以用 所以就什么都想要 搞到最后装备兰只剩一格 而我却还有两件装备想出 但我又不想卖掉鞋子 每次都会遇到这种纠结的情况 更何况每次出最后两件装备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新梦好像到了一个瓶颈期 感觉无论出什么装 伤害都提不上去 总之就很奇怪 希望有新梦专情的玩家可以给我指点迷惊 装备回击玩法都好 不吝啬的话都可以给我意见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只要他后期能有更好的发挥 我是真的愿意把他玩到烂 玩到NL倒闭为止 至于我喜欢他的原因 这故事就有点长 关系到我曾经的一个游戏经历 是受到某个女玩家的影响 不过这些都是属于题外话 以后的节目有机会再分享 哦还有我听说卡琳娜重做之后 下个重做的有可能是这两位 都是法师 也不知道消息是否准确 但这两位学是目前版本中最冷门的法师 那关于重做后的卡琳娜 上个视频已经分享过了 连结我放在下方的简介 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瑞琳 又是一块 拜